因为下药毒死了42个老人 他被检察官送上了法庭 不过面对检察官的质问和谴责 他却没有丝毫负罪感 他不觉得自己犯了错 甚至还坦然地请求法官判他死刑 有受害者家属忍无可忍 大声控诉他夺走了自己家人的生命 其实在场的受害者家属都认识他 但绝对不知道他杀人的原因 家属们不明白 为何这个温柔体贴的男人 会做出这样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前 思博原本是护理中心的看护师 他和同事负责一片社区 工作内容是照顾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 虽然说是照顾 但持续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里 他要给老人做简单的健康检测 给老人擦拭身上的污垢 这天他们照顾的老人叫梅田 对方生患老年痴呆生活无法自理 梅田的女儿不仅要照顾自己的三个孩子 白天还要分出时间照顾父亲 除了两边跑之外 晚上他还要去丈夫的烧烤店帮忙 自从父亲患病后 梅田女儿的生活就被混乱和疲惫占据 虽然偶尔有护工帮忙 但紧锁的眉头依然透露着他的难以为己 离开梅田家之后 思博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 推脚不变的老奶奶 他让同事先开车去下一家 自己想把那个老奶奶安全送回去 这片社区有很多独居老人 思博对待每一位老人都非常有耐心 年轻的女同事对思博新生爱慕 说她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另一个同事附和着感叹 这么年轻就一头白发 以前一定吃过很多苦吧 然而两个同事并不知道 此时的思博身上已经背负了四十多条人 这天梅田的女儿照常去父亲家 却在家里发现了两具尸体 她的父亲梅田死在了家里 另外一个是护理中心的站长 经过尸检 警察发现梅田的体内含有致死药物 现场的痕迹也表明 这似乎是一场入室盗窃杀人的案件 之后护理中心的员工配合了调查 一切矛头都指向了站长 护理中心的站长平时很好赌 在外面也欠了不少高利贷 况且护理中心有所有客户家里的备用钥匙 站长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 因为案情看起来简单明了 上级要求检察官秀美尽快结案 然而在调查即将结束时 秀美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线索 她调取了当晚的监控 监控显示案发时思博也去了梅田家 并且在站长的衣服上 还存在着思博的血液残留 检察官开始着手调查思博 有关思博的更多秘密也逐渐露出水面 思博所在的护理中心负责的社区 在家死亡的老人数量比其他社区高很多 除了自杀和事故原因 大多数老人都被判定为自然死亡 可是这些老人死去的时间点 全都集中在思博的休息日 这一切都太过巧合 秀美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她把思博拘留在警局 之后又去了思博的家里取证 她在思博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纸贺 以及一本工作用的护理笔记 思博做了三年的护工 笔记上记载了她这些年的工作日常 但是很奇怪 即使是休息日 笔记上也详细记载了老人当天的生活情况 这是一个调查突破口 之后检方在一些老人家里找到了窃听器 秀美把这些铁证摆在思博面前 面对这些证据思博也没办法再狡辩 事实上的确是她对梅田注射了致死药物 离开时她发现了正在刑切的站长 在扭打中站长意外摔下了楼梯 之前死亡的老人都被判定是自然死亡 所以她每次都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不过这起涉及形式的案件进行了尸检 思博的秘密才终于公知于众 谈到作案动机 思博的说辞显得格外的荒谬 就算我不动手 他们的家人也会这么做 我听到了求助的声音 于是我伸出了援手 是我拯救了他们 同时也让他们和家人得到了解脱 在叙说作案动机之后 思博说起了一个家庭的故事 在他服务的社区里 有个叫杨子的单亲妈妈 杨子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 家里还有一个身患痴呆症的母亲 杨子在白天照顾母亲和孩子 直到晚上才能出去打零工 深夜下班回家时 杨子又要照料母亲如厕和洗漱 不过母亲已经认不出女儿 并且还激烈地抗拒和喊叫 母亲在抗拒时咬了杨子一口 接着又大小便失禁拉在了裤子里 这个家庭当晚发生的一切 都通过窃听器传到了撕过耳中 他静静听着耳机里的嘶吼和哭声 默默感受着杨子的绝望和无助 而杨子家里所发生的一切 只是千千万万地 康复家庭里一个普通的夜晚 不久之后杨子的母亲去世了 斯波和同事一起赶去吊咽 杨子的女儿笑着对他挥手 他也笑着挥手挥眼 在葬礼结束的闲聊间 斯波突然对杨子说了两句话 你已经努力了 你现在真是非常辛苦 斯波对秀美坦言 是自己用药物杀害了杨子的母亲 他觉得那些身患重病神志不清的老人 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体面 那些家庭因为看护而陷入混乱 他们的苦难无人在意也无人知晓 日本每年有45起看护谋杀案 那些被看护的老人死在了亲人的手中 如果把被逼死的老人也算在内 这个数字恐怕还会更多 是我拯救了那些混乱的家庭 也是我就熟了那些失能的老人 作为检察官 秀美没有理会斯波口中的外力 因为在斯波的叙述中 秀美发现了另一个疑点 斯波说自己拯救了42个老人 但秀美通过调查只找到了41个 她梳理着斯波的工作经历 发现这个男人曾有三年没有去工作 只要查清斯波这三年里做了什么 她就能找到最后一个受害者 之后秀美开始走访斯波就职的公司 并且也如愿得到答案 在对斯波进行第二次审讯时 秀美说出了第42个受害者 在六年前 斯波的父亲突发脑梗住进了医院 虽然之后康复出院 但父亲的半边身体也因此瘫痪 身为独生子的她为了尽孝 在内室辞掉工作开始照顾父亲 她一边在外面打零工 一边在家里照料着父亲的生活起居 一开始的生活虽然辛苦但也温馨 父亲在无聊时还会像小孩一样遮止喝 但是在不久之后 年迈的父亲逐渐变得痴呆起来 在斯波外出打零工时 父亲常常不告而别离家出走 而每次下班后她都要四处奔走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焦急地寻找父亲 很多时候她都要找一整晚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在很远的地方找到父亲 时间慢慢过去 父亲开始变得暴躁易怒 也会动不动就摔东西 她的照顾没有换来感谢 换来的是狠毒的谩骂和无尽的肢体冲突 之后斯波没办法再去打零工 她开始在家全天厚地照顾父亲 不到30岁就变白的头发 似乎是这段时间心力焦脆的证明 在之后 没钱成为了斯波面临的最大问题 父亲每个月的养老金有7万日元 但这只刚好购付房租和水电 她和父亲开始连饭都吃不起 而此时旁边的父亲又一次尿失了裤子 走投无路之际 她决定去申请低保和福利援助 斯波对秀美说 那段时间她仿佛掉进了暗无天日的深坑 在深坑里生活得久了 她好像和父亲一样患上失智症 这种失智症很可怕 在不知不觉中会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 有一次父亲打翻了杯子 在恍惚中斯波听到了啪啪的声音 等回过神来她才发现自己在控制不住的山父亲耳光 后来父亲摔上了腰 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度日 那天晚上父亲格外的清醒 他和父亲翻看着以前拍的照片 相册里是斯波小时候的成长轨迹 这些照片是年轻时的父亲拍的 两个人安静地看完相册 清醒的父亲对她说了一个过分的请求 父亲请求斯波结束她的生命 她已经不愿这样子活下去 我的身体已经垮掉 我的脑子也坏掉了 这三年是我把你害得这么苦 再继续下去你只能跟着我受罪 我已经变得不像我自己 求你让我像个人一样离开这个世界 一个星期之后 斯波通过药物送走了父亲 但是父亲的死被判定是自然死亡 斯波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一刻他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他突然有了一种奇特的使命感 世界上还有很多像父亲一样的老人 那些老人在等着他去拯救 在当护工的那三年里 他看到了许多个父亲和自己 那些人和他一样 都是收入不高积蓄也不多的普通人 他们在尽孝和压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在没有光亮的深坑里爬行着 秀美打断了斯波的叙说 他觉得斯波的认知出了问题 你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谋杀 你的出发点是一种偏执的正义感 作为一个家庭的局外人 你没有任何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 把谋杀当成救赎士自欺欺人 被你杀害的老人并不一定真的想死 事实上秀美并不是完全处在安全地带 不久前她的妈妈摔伤了腿 她把妈妈送去了高级养老院 她有经济实力来支付昂贵的入院费 妈妈在这里也能被悉心的照顾 可是每当她去看妈妈时 她总能想起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贫困老人 她曾审问过不少犯罪的老人 那些老人犯罪的目的是为了能住进监狱 对于没钱没依靠的老人来说 监狱是他们眼中的天堂 一天三顿饭准点供应 洗漱如厕有人照顾 生病看医生也是免费 而每当遇到这种老人 秀美都会用不足以量刑的理由拒绝对方 她有些不理解这些老人 也觉得在监狱养老的想法很可笑 不过她的这种想法在几天前发生了转变 转变的契机是她的父亲去舍 在审讯撕拨期间 秀美的父亲死在了城中村的破房子里 父亲是在两个月前死的 遗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腐烂 两个月前父亲曾联系过秀美 但每一次秀美都拒绝接电话 因为父亲在她三岁时就离了婚 她和父亲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 她本以为自己的做法没有错 也能够平静地面对父亲的死亡 但直到她看到父亲床头的照片 那是一张她幼年时与父亲的合照 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 是她加速了父亲的死亡 如果当时自己接了父亲的电话 年迈的父亲就不会死得那么凄惨 父亲的凄惨时刻提醒着她 自己是有多多不孝和绝情 这份负罪感始终盘踞在心里 所以她在反驳四波时总显得底气不足 但她终归处于检察官的立场 她必须站在正义的制高点来反驳对方 sold 买いも悲しみ 聊的 外 regard got got go come 在结案之前 秀美去找了部分受害者的家属 在得知父亲是被谋杀的事实后 梅田女儿的态度是不愿相信 其中态度最为微妙的 是独自照顾母亲很多年的样子 不久之后 斯波被判了死刑 他即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但他的神色始终很平静 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有错 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带给了别人救赎 在陈述中他期望自己的死 能对他们的社会带来一点点警示 在故事的结尾 秀美去监狱探望了斯波 斯波即将被执行死刑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 秀美带来了一个纸盒 这个纸盒是他在斯波的房间里发现的 看着面前的纸盒 一向平静的斯波神色间涌上了强烈的情绪波动 这个纸盒是父亲折的 也是父亲留给他最后的衣物 在给父亲注射了药物后 他在枕头下发现了父亲跌好的纸盒 他打开纸盒 里面是父亲在清醒时写给他的话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故事 故事直面了日本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老去之后该如何生活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有人说酒病床前无孝子 任何感情都抵不过时间和耐心的消磨 也有人说亲情的牵绊可以克服一切 总有人在不离不弃中负重前行 世间的人有很多种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命终局 在面临生命的终局时 我们都期盼自己能保留生而为人的尊严和体面 这个期盼对有些人来说唾手可得 但对有些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奢望 而我们所能做的 是在终局来临前防患于未然 在终局到来时有尊严的告别 但对于未然 别人手考虑的 高渐空的颜色 真的不准备 那种棺材里 咱们做主意